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特殊人员允许进出 任何时刻必须配备两名或以上武装警卫看守 警卫任何时候必须处于房间外 发生任何情况均不允许进入收容室内 区域内任何时刻必须配备一位经过训练的心理学家 研究人员任何时刻不得碰触SCP-035 SCP-035必须每隔两周一致新的密空容器 之前的保管容器需要使用SCP-101来处理 SCP-101没有因为SCP-035的服食而产生任何不良反应 任何人员与SCP-035占据的宿主接触后 应立即接受心理评估 描述 SCP-035外观为一个白色陶瓷喜剧面具 尽管如此某些时候它会转变成悲剧面具 在这些事件中所有现存的可见记录如照片、连续影片甚至画像 都自动反映出SCP-035的新外观 一种具有高度腐蚀性与退化性的粘性液体 不断从SCP-035的眼部及嘴部胜出 任何与此物质接触的物体将于一段时间内缓慢腐化 时间长短,取决于物体材质 直到物体完全腐化至原物染物 玻璃似乎对此种物质反应最为缓慢 因此选择其作为当前保存容器 与该物质接触过的活体有机物会有同样的反应 并且没有恢复之可能性 液体来源尚属未知 此种液体只可见于面具正面 并不可见于面具另外一侧 测试者与SCP-035距离1.5到2公尺 或与其有视觉接触 会感受到一股将其戴上的强烈冲动 当SCP-035放置在独立个底面布时 一种源自SCP-035的代替脑波 将覆盖至其宿主身上 迅速将测试者脑波扼杀并造成脑死 稍后测试者声称已是被SCP-035控制 被附身的测试者的躯体将高度加速腐化 最终与木乃伊化的尸体相似 尽管如此 SCP-035被证明拥有对一具结构严重受损的躯体 保持认知控制的能力 即使测试者的躯体浮染至 连机械动作都不可能的程度 放置到动物面部没有发现任何效果 与SCP-035的对话被证实具有情报价值 严重人员得知与其他SCP项目相关的细节 以及其大体历史 SCP-035同时声称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 SCP-035显示其具有高智商及有魅力的人格 与他人对话时表现得和蔼、缠媚 SCP-035曾经在所有智力与辞职测试中 取得99%的排名位 同时似乎拥有照相机般的记忆能力 然而心理分析发现 SCP-035拥有高操纵性 可迫使访问者的心理状态 做出突然且深刻的改变 SCP-035已被证明非常残酷 其语言劝诱可暗示人们自杀 或者转化人们成为几乎无思维的奴隶 SCP-035已被证明 拥有与人类思维运作方式有关的知识 并声称如果有足够时间 它可以改变所有人的思想 其他 SCP-035逾18 年 在威尼斯一座废弃房屋的密封地窖中发现 附录-035之一 SCP-035已被发现能够占据一切人性物体 包括塑胶模特、尸体和雕像 SCP-035可以驱动上述所有物体进行动作 这使得SCP-035不再需要依附于活着的生物上 然而它占据的所有物体 都无可避免的腐化之不能动作 附录-035之二 SCP-035曾推动一次逃脱尝试 说服了数位研究人员 帮助它争取自由 所有与SCP-035有接触的人员已被除绝 所有即将与SCP-035接触的人员已需实施强势性精神评估 附录-035之三 已被确定的是 SCP-035拥有心灵感应能力 不管是否占据的宿主 它甚至可穿透他人的潜意识 并用所发现的情报来获得优势 挑选与SCP-035交流的测试者时需极度注意 附录-035之四 SCP-035曾表示出对其他SCP有兴趣 特别是SCP-517和SCP-682 博士表示担心 SCP-035因隔绝与其他SCP接触 因他们的再生特性会抵消躯体腐化 并提供一个永久速助 附录-035之五 经过数次逃跑系图及SCP-035的事件记录審查后 SCP-035被高度下令永久密封在设施内 并禁止接触一切宿主 某些人人对此表示反对甚至发展至暴力抗议 作为直接结果 所有与SCP-035接触的人员已被处决 在未来所有处理SCP-035的人员将频繁轮班替换 同时与其接触将被限制 即使他处于休眠状态也尽可能少接触 附录-035之六 SCP-035距离10公尺范围内的人员 最近报告感觉不安 描述他们能够听见难以理解的耳语 其他几个人都遭受到严重的偏头痛 SCP-035已被监控 但其休眠行为中没有出现变化 也没有声波被记录 恢复SCP-035寄宿许可权的提案 曾经被提出过一次 但仅现在暂时的基础上 为了探索项目行为的新变化 附录-035之七 SCP-035受用式的墙壁突然开始分泌黑色物质 对该物质的测试显示它是人类协议 虽然被树种外来未知介质高度污染 该物质具有腐蚀性 其pH值为4.5 墙壁长时间曝露于此物质 以证明会损害其结构完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 它似乎在墙壁上形成图案 某些片段似乎是用不同语言书写下的段落 包括意大利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以及梵文 亦文正在等待中 其他片段似乎是仪式的献祭和枝解的突解 通常是涂抹傲出利益的人做出的 庶民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 突解中的祭品 与基金会人员或其亲人有着离奇的相似 通常出现于相对的位置 在房间内检查新境形成图案的研究人员 抱怨听到以不规则间隔出现的吵闹耳语 及高音调的令人不安的笑声 SCP-035是用设施附近区域的日常工作人员 遭受了灾难性的士气打击 该区域工作人员也有空前高的自杀率 无论他们是否与SCP-035接触过 在SCP-035的休眠行为中 唯一有变化的是它的玻璃质容器 容器的腐化速度提高 足以让玻璃偶尔脱落 造成SCP-035的污染污大范围扩散 这往往发生在最不适当的时候 目前为止在研究人员和清理人员中 造成了6例受伤及3例死亡 附录-035-8 考虑到从SCP-035收容室 收集文章之翻译团队成员大量的自杀 杀人造成该区域的士气打击 以及在处理SCP-035时 导致工作人员精神错乱或死亡的常规损失 已决定使用SCP-148覆盖于其收容室的内墙和外墙 已被证实它在收容SCP-132时作用良好 希望能阻隔SCP-035散发出的高度消极性 附录-035-9 SCP-148使用状态良好 使得士气与自杀率回归至接触 SCP-035前水准 然而此物质似乎促进了收容室内的消极性 造成名副其实的温室效应 室内的测试者陈述 在进入后他们立即感到沉重的不安 恐惧 愤怒和普通的沮丧 并听到不断的近乎听不见的耳语 一段长时间逗留 将导致严重的偏头痛和自杀倾向 眼睛附近以及嘴巴鼻子里的血管溢血 对他人抱有普通敌意 同时耳语增加至几乎正耳欲聋的音量 间隔着不便的嘲弄笑声 暴露于此环境三小时以上 使得测试者不可避免的坠入深度精神幻觉 并试图伤害他们自己或他人 多数以拉丁语或希腊语说话 尽管事实上某部分人 之前完全不会说这种语言 协议以单词或图解的方式出现的次数 不成比例的增加 藏壁上变得混乱 同时形成物开始相互覆盖 该物质已被证明技能清理 又比原来记录的更具有腐蚀性 其PH值大约为2.4 基本判断目前的墙壁 在更新前只有2个月的使用寿命 现在SCP-035的收容难度逐渐增加 同时恢复其寄宿许可权的争论一度掀起 附入035之时 SCP-035送市的墙壁 天花板及地面已被协议完全渗透 所有进入和看守该区域的人员必须穿着全套和生化石骨防护服 以任命人员进行持续清洗 附入035-11 发生在SCP-035收容室的这种现象的等级 强度以及反复出现性已提前至警告级别 收容室门在人员进入后将自行锁定 一段时间内无法打开 在协议摊中形成的附属器官 经常尝试抓取或伤害附近的人员 工作人员开始出现模糊的幻影 电子设备在收容室内已失效 电灯无法打开 但没有物理学上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何无法运作 这迫使进入室内的人员使用非电力光源 清洁措施对收容室没有明显效果 同时墙壁以高速降解 这迫使他们最多持续一周便需要更换 虽然协议时的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正确完成 SCP-035可能需要移置全新的收容室 同时密封救收容室 并使其脱离其余设施 以上就是SCP-035 因为上一部影片的049提到035 所以就做了 这个SCP是我们不太住的感觉 后面已经是地狱的景象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